我们会怀言如果讲难听一点 叫做得寸进尺 前一天气扑扑为了核心疫苗争议 大骂民进党立位高嘉瑜得寸进尺 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 讲要还原不是说说而已 等一下我们市政府会有一个正式的回应 对这整个的过程 把对话记录直接交给市长市 要大长官去评断 有没有被关说 相较于黄世杰的激动 高嘉瑜倒是很淡定 局长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 整个过程里面都完全没有让我觉得说 就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搞不懂怎么自己认知的黄局长 跟前一天咨询上的差这么多 记者求证黄世杰却没有回应 我有就是跟局长说辛苦了 那也很感谢局长这些日子的协助 他好像会说好 有跟柯市长联络过吗 我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 所以这个我跟柯市长现在是君子之交 事实上在开记者会之前一个小时 我跟高嘉瑜就直接通过电话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纸包不住我 与其事后人家去挤牙膏 这样弄出来 或是这样搞你更惨 强调是为高嘉瑜好 记者会前就讲好 索性直接谈在阳光下 但高嘉瑜如今腹背受敌 我们不认同高嘉瑜委员的这样的行为 那内部正在调查当中 其实我们就是转达陈情 那如果说党团要做任何的调查 我们也都坦然接受 凡出名单日常说自己坦荡荡 只是现在自家人不放过他 一向麻吉的科学状关系又紧绷 恐怕是高嘉瑜当初沟通前 没想到的 TVBS新闻珠光宏 韦佳琪 台北赛峰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